这是一类最快乐的地方 什么人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HAPPY RADIO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快乐DJ正一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又进行到 正一非常喜欢的单元 我们用广播来听书话 那书话的话 就是有关美术艺术方面的一些作品 然后我们邀请到了 我们台湾的年轻的书画家 给大家认识 然后我们用广播的方式来 请他们介绍他们的作品 然后聊一聊他们的创作历程 然后他们的学习历程 那其实他们的背景都蛮丰富的 然后在4月份有一个 两岸的这个书画展 那4月16号在老子空间 那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他们的作品 好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年轻的画家 一位叫高定 那高定是台湾人吗 是 那另外一位同学叫 徐显德同学 你好 好 显德你是哪一国人 我是泰国华侨 泰国华侨 是 好那你是在读我们哪一所学校 台湾艺术大学 好台义大 你是说你是泰国华侨 然后你读台义大 对 我先介绍这个显德好了好不好 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来到台湾读这个艺术大学啊 我来台湾很久了 我来18年了 来18年了 对 那所以18年几岁来 就是12岁 从国小小六开始读 小六开始读 然后你中间就是读到国中 我读到现在已经博士班了 博士班了 所以你的国中高中大学 对都在台湾 都在台湾读 对 所以你中文才可以讲那么好 对 那可以融入到台湾的生活吗 算OK吧 那你有自己带入一点自己泰国卫的生活方式吗 生活style 有啊我会喝泰奶 哈哈哈哈 也啊 改天我前一阵子去夜市的时候就是买泰奶嘛 然后他就 我就做他看他的手法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是泰国人吗 哦他说他也是 就是妈妈是泰国人 然后他就会 他会做这个泰奶 对 那跟台湾人用的泰奶 可能就是味道会有点不一样 他是用茶去泡的啦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好像是 嗯 你们会带一点 呃自己国家的一些 一个一个生活模式进来台湾 那你觉得有冲突吗 嗯 可以调试 可以调试哦 如果有冲突的地方就可以调试 嗯 你觉得台湾跟泰国有很近吗 因为泰兰台湾 很近啊才三个小时 最近 我说很近就是生活模式还有那种观念上面的有没有很近 已经蛮接近了 跟其他比如说欧洲国家来比 哦都是我们亚洲国家的概念就对了 亚洲来说 泰国人来台湾是可以坐得蛮舒服 是哦 对 除了有点冷 我正要讲有点冷是不是 对太冷了 你比清脉还冷吗 当然 但是清脉也有那种像那种山上就会 也是会有人冷到冷死 是哦 所以所以泰国也是 哎泰国的纬度也占蛮大的呢 对 那你是在泰国哪里 我在曼谷 曼谷哦 哎曼谷 所以 是都市 嗯我知道 那你学艺术来到台湾学 是因为你喜欢什么水墨书画吗 对 算是华人的一个蛮有内涵的东西 哦那水墨书画跟你的作品有什么样的连结 你可以讲一下吗 哎 你是用我们台湾人或华人中国人的概念去画水墨吗 还是不一样 有啊因为水墨其实有 应该算有阶段对不对 对水墨是有阶段的 那他有一阵子是相对来说是画的比较不像的 那他会用那个不像的东西是 虽然他看起来不像 但是他是交给观众自己去依惠 对对对 比较抽象一点 对我很喜欢这个概念 OK好 那可是你后来慢慢画的这个 这个你的水墨好像不太一样的 比较走你的泰国风了 比较有泰国生活味了对不对 对可能也是因为我越来越想回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你最近就没有办法回泰国 对已经两年了 两年没有回去了 是 那你们都怎么样跟家里面的人联络啊 打赖 都有啊 都有 OK 你的作品好像跟宗教型或者是我们像 对泰国印象有佛教的味道在里面 这是你可以的吗 还是说你生活上面本来就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我可以的 你可以的 我在生活上 如果是泰国人跟台湾人就会有这方面的不一样 比如说泰国人就会相信这些森林的存在 甚至我会觉得嗯啊其实我们都是在差不多同样的位置上空间或是地位 嗯OK那那些你画的那些呃动物的森林啊或者是人物啊是你有参考的的样子吗 比如说你是参考 有是就是我的背景 而且我也是学艺术的 那在那佛教艺术的话其实很跨蛮多 在亚洲的话 就是泰国跟中国都有 那我就从他们的元素带过来 OK 也是我有感情的两个 因为我也是在泰国跟在台湾生活 嗯 你的那个呃书画的画风很有泰国的味道耶 就是有很多宗教的佛教的的人物出现 对不对 对 那有有特别的意涵吗 还是那本来就是你可能常画的 呃都有 都有 都有 我有 还有他的意涵也有 我也是常画 那OK 我这边之前有看你的作品 然后就把我的感觉写下 它有点像是壁画风耶 你有参考吗 有 其实壁画是艺术的占蛮大的一种的 嗯 包括西方也是 OK 到后面我们有那种小小件化 那是比较那算是比较晚出现的东西 OK 好 因为我看你的风格啊 就完全跟我们传统台湾人看水墨那种 比较抽象的啦 然后山水画啊 有风水的那种味道完全不太一样 你都比较实体化的东西 是 OK 而且你把你的作品放在不一样的物件上面 对 不是平面的哦 你把它做成一个喇叭对不对 对他才可以跟观众有一点互动 OK 好 这个我们先聊到这个是显德啦 他叫许显德 你这个名字 有点老派 我要讲一下 许许 我朋友有姓许 他是客家人 你有客家人的性格吗 有耶 我家 我家就是客家 OK 我爸是客家 OK OK 好 我蛮省钱的 你蛮省钱的 应该是说你的 我觉得你的创作好像跟客家人的那种 勤俭的概念有点像 为什么 因为很朴实 很压成本吗 对 很朴实啦 就是说对 比较没有那么花俏 或者是 怎么讲 我觉得就是你的 你的那画的人物啊 OK 你不会特别去 让他变得很美 你懂我意思吗 懂 对 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泰国华侨 显德的这个 创作还有他的学习的历程的背景 好 那这样我们换另外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叫高定 这是你的本名吗 还是艺名 本名 本名 OK 好 高定你多高 我191 191 对 好 然后人高马大的 然后手长脚长 然后我看到他的作品 还有他脸书的时候 我想说 这位同学 这个有点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四肢发达的话 就是会脑袋空空 怎么可能会 那么会画画呢 这是我的刻板印象 但是我要以偏概全吗 好像我身边真的很多人 就是你也知道 人高马大真的是 我觉得很难 很难让他 让人有一种 艺文感 那你有这样的困扰吗 很常被问 很常被问 你说你是打篮球的吗 对 我是说 有很多人都问你说 你是打篮球 那你会打篮球吗 喜欢打篮球吗 也会啦 也会 OK 好 那高定你现在的话 你讲一下你现在读的是 台义大的什么科系 台义大书画系 书画系 硕士班 硕士班 那你的作品 比较倾向哪一类 山水 山水 对 山水 你可以讲一下说 你出生地在哪边 在台湾哪里 然后你的那个学习的历程好不好 我出生在南投 南投 水里 水里 对 但是后来搬到民间 民间乡 水里然后民间 对 南投的地你都很特别 都还在南投 都很特别 对 就是到民间去了 对 南投就是我们台湾人讲的内地 你知道吗 是 所以你是内地人 对 南投内地人 南投内地人 有没有比较不食烟火 你觉得呢 不食烟火 就是说 很质朴 很质朴吗 很简单 你不会有那么物欲吗 你觉得 我其实还好 还好对不对 对 其实没有很大的物欲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吗 因为我看你这样子 你的脸书上面都常去有爬山的一个行程 这是你的兴趣吗 对 兴趣 你的兴趣是不是 是因为你从小就住在山上了 就是 不是山上啊 就是 很常去玩啊 很常去玩 就你周边都是山嘛 那你对山不会有恐惧感吗 不会 不会哦 有一种亲密感 有亲密感对不对 OK 好 所以台湾真的有一群人是对山是有感情的 很多 很多 对 OK 那我们这种是喜欢海调型的 那也蛮多的 对 那有一种 就是台湾人有 有好 有可能有两派啦 至少会分两派 一个是喜欢靠 靠水的啦 然后一个喜欢 青山的 就是喜欢清静山的 那你的作品好像也是以这个 以山为主 以山为主对不对 那你那个山我看起来好像是 类似像是那种树苗画耶 可是我刚问你 它是用这个传统的山水去表现出来的 对不对 那你有特意去用它的质感上面的像是树苗的那种感觉吗 还是没有 也可以说是树苗啦 那也可以说不是啊 OK好 他叫高定啦 他就是人就是很高啦 然后没想到他的画作也是很厉害的 他看他画山 就真的那个山就是非常的雄伟跟高大 可以这么说啦 你有我看到你有两幅也是蛮长的 跟你人一样差不多高了 对不对 差不多 差不多 你那时候读到台一大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样的作品进去的 就是一样画山 画山喔 只是画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有不一样吗 跟你早期在画的不太一样喔 你也会油画或者是细画之类的吗 美术班出来都会学 都会学喔 那你为什么没有走向画人物啊 因为我就对山水亲友独钟 从博中开始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喔 你是山里面长大的小孩 那时候还没有 我们学校还没有水墨老师的时候就会 我自己就会买书啊 或各种就是回来自己画 就是拿着照着看 然后这样边看边画 你从国中就读这个美术班 然后高中是读那个 珠珊高中 珠珊的也是美术班 然后后来去考台一大 对 OK 然后来我问一下喔 你们两个人的家里面对你们学美术 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都很支持吗 我家人很支持 所以家里面比较没有反对 一开始有 但是慢慢就 慢慢 就是你自己也是要努力让人家看见 努力要让人家看见 让人家知道你有在认真看待这件事情 OK努力 你觉得努力就有办法吗 学美术这条路 还需要 还是有办法啦 还是有办法 我之前问过他们说 学美术要有一点天分 当然我不否认 就是天分可能要有 他们说还要有坚持 所以所谓的坚持就是说 比如说有的人受到家里面的人的反对 或者是说他们学到一半他们就放弃了 因为他们觉得学美术这条路 或者是做艺术这条路 比较难以养活自己 不然就是我觉得他的出路比较没有那么广 虽然他能做创作或之类的 那他在台湾这样的环境可能没有那么友善 空间没有那么大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他们还要有一点缘分 缘分就是说有的人像你那样人高马大 你没有去走运动这一块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会长这么高 所以就是说我蛮难想象的 就是说学艺术的人 其实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刻板印象 比如说我们对书画的刻板印象 对人的刻板印象 就比如说山水的刻板印象 就是有山有水有瀑布 也一定要这类的云烟 就是刻板印象 你的山水画就让我觉得很有台湾的味在里面 可以这么讲吗 可以 因为他都是画台湾的山 你有画齐来的山 也有画 那个叫什么 预风游记 有 有嘛 那个叫什么 渊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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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嘴山 渊嘴山 所以你爬过很多山对不对 算啦 算哦 对 登山界来讲我是小菜鸟 算是小菜鸟 你没有那么 虽然你也算年轻 你也是算30几了吗 还是20几 23哦 哦那真的很年轻 才23哦 对 那你还要再长高吗 应该 应该没有了 应该没有了 我跟你讲 你这种看起来就好像体育人啦 就是爬山对你来讲就不是男士吧 对吧 喜欢就不是男士 喜欢就不是男士 诶有的人是体力上面会有负担的 但是你体力有负担 你如果喜欢这件事情的话 可以克服啦 你就会尽力让自己可以完成 所以你有特别锻炼吗 当然要 要哦 当然要 OK好 我刚刚有想到就是说 美术创作 有一种是用记忆的 然后去创作 比如说我看过了 然后我回来把它画下来 那有的是用照相 然后把它凝抹画下来 你是属于哪一种 你去爬完山以后 我主要是感受 然后照片是辅助 照片是辅助 所以两个都会用 当然 OK好 所以就是你有完全实践的 就是我们这个网路世代讲的 就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就对了 对差不多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去过的地方 你把它记下来 我只画我去过的地方 你只画你去过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有图有真相 对不对 因为那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OK好 这个是高定跟我们阿德 许显德的这个创作的历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请他们回到我们的节目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快乐DJ正一 那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 是我们的广播听书话 那邀请到了两位 台湾的新的这个年轻的艺术的画家 书画啦 他们统称叫书画 书画也可能有很多 画水墨的 然后也有写书法的 然后 赚科也算你们的其中一种嘛 今天邀请到 访问到的 是我们的阿德 许显德同学 还有我们的高定同学 高定的定是定下的定对不对 那有没有人常常帮你讲高定 你只要那个大风一披上去以后 中心来的时候就变高定了 很长 很长是不是 阿德呢 阿德你 我可以叫你阿德吗 可以啊 阿德你同学都叫你什么 学长 因为我没有同学了 我在学校已经很最老的了 哦 所以你读到博士 你有想过自己的出路吗 有啊 好那以后你要做什么 我 行动艺术 我 我想当艺术家 你想当艺术家哦 对 但是当艺术家其实不容易 那我们可能就是 不是 比如说我想当艺术家 然后我明天就当艺术家 他可能是建成的 比如说我可能要打工啊 或是去接一些教学类的 然后慢慢的把生活跟创作 做到一个平衡 包括收入 包括收入很重要 你想要 然后就会慢慢成为艺术家 继续在台湾当艺术家吗 还是你会回到泰国当艺术家 我会想回泰国 因为我在台湾一段时间了 嗯 那我发现 因为我也画佛教艺术 那我在泰国 也是很多东西 我想要取材 OK 对 在泰国也比较容易取材到的 是 不是去泰国当中文老师 如果可以的话也行 OK 或许当翻译也不错啊 对 也可以做旅游 你给我摇头耶 这些我都有做过 是 什么意思 你这些你都有做过 你刚刚讲的这些我都有做过 我有当过导游 我有做过翻译 嗯 导游 很多老板都会 都会欧钱耶 其实 哈哈 好 做生意的人 跟这个学艺术的 就是差别就在这里啦 你做导游的话 如果你对你的 介绍的地方 你有很多的认识的话 那也是很厉害的导游耶 你的那个学术涵养 还有对那个艺术的了解 也是 也是 也是很厉害的耶 我可以试着当那种高知识分子的导游 对啊 尤其是泰国有很多寺庙或什么的话 他的那个作品或画风 你来泰国会想去寺庙了解泰国寺庙艺术吗 我只是想去 不会哦 看人要秀 不一定耶 有的人像我朋友他们会去 那叫什么白庙跟黑庙吗 之类的嘛 那个就不用导游 那个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是不是 你可以把它说个故事啊 何尝不可呢 也是 对啊 因为我觉得泰国文化大家就觉得 我像你刚刚讲的那些可能会很浅啊 可是你要把它往深入去谈的话 泰国也有很多可以谈的呢 比如说他的商业模式啊 这也是导游可以做功课的地方 对对对 那没有啦 我就是觉得 因为你一讲到你是这个泰国滑桥 就是那种旅游感会 会很强 会很强 然后就马上新钱 因为知道最近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嘛 那连我自己都没办法 对自己都没有办法回家了 可以啦 台湾的话 你觉得台湾 台湾赚钱会比较容易吗 对你来讲 你觉得 如果搞艺术的话到哪里都不容易 在泰国也不容易吗 泰国的文创的东西 我觉得也很厉害呢 我们在做画画的话 如果是纯艺术的话 跟文创其实也算是有一点距离 当然我们也可以跑去文创 但是文创市场也算是很大 很大嘛 也是有竞争啦 你说很大 可是你做这东西都很文创啊 也算是初步 也算是初步 你这个可以 这个是这样吗 可以量产 量产吗 对啊 你的这个拉霸 然后你上面放你的画作的作品 然后它可以对到 对到一样的符号可以 中奖之类的 对 现在算是实验啦 那我以后不一定会走这个 OK 如果缺钱可能会 你的实验性质很高耶 你跟台湾的台湾的学生 本土的学生 有很大的不一样吗 你自己觉得 老师对待你的这个概念跟想法 教你的方式会不会叫不一样 在 因为我已经读到博士版 老师基本上就 就 放牛刺场 对 就比较放了 但是确实我跟台湾人有很多想法都不一样 对 比如说呢 我觉得台湾人很在意 别人的观点 别人的眼光 然后算是一个 他们就会觉得 政治不正确是很不对的事情 哦 你再讲一次 政治不正确是 是很不好的事情 很不对的事情 不像泰国 泰国每个人都是 对彼此都政治不正确 OK 所以泰国更自由 我是说脑袋里面的 艺术创作上面是更自由的 是想跟一些 想要渴望自由的感觉 都不太一样 所以台湾人的自由跟泰国人的自由有点会不一样 诠释会不一样 可能是 主要就是回到那一句 就是比较care别人的眼光 是因为台湾人的这个华人的这个缩影 可能就是很care 有亲戚朋友 然后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所以我才会想说你学艺术的人 在台湾人来讲 学艺术就变得很孤独 然后你要很坚持 要很努力 然后等到你死掉以后 你的画作才会成名之类的 这不一定 很多人死掉都会被遗忘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大师级 有很多大师级 就算 那问题来了 画价就会降 不是长价 那你刚刚是想要当艺术家 那你干嘛在坚持 我又不用care 死后 谁看我怎么样 ok 你要做自己就对了 我是这样希望的 做自己也很重要 没错 其实我在泰国的朋友上面看到的就是做自己 第一个泰国人很乐观 他们不会太care旁人的眼光 你知道吗 这句话对我来讲其实是很深远的 因为我为了care我的出路或者眼光 我自己就放弃了 也不能说放弃了 我可能也没有那个天分啦 我就放弃了 你放弃了什么 我放弃了画画啊 也不是说放弃啦 就是说 以前的话 喜欢画嘛 然后中间就是觉得 这可能不是一条路吗 或者是 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那个天分 可是我现在 我也是画我自己喜欢的啦 其实我觉得艺术人都有一种偏执啦 你有吗 你很明显哦 我很明显有 还是明显没有 你没有哦 我应该 我有我要偏执的东西 对啦 有嘛 有时候艺术是需要一点坚持的啦 是啊 因为 因为我 我知道 画猫跟画花这一类的 就会卖 就会卖 OK 包括我之前也有人说 比如说我画 那个佛教式的生灵 我可能会画地狱的东西 是 就有人 就有一些 有朋友会想买吗 有一些人就会建议我说 这东西不要放在画面里面 会卖不出去 我就 我就没在care 都没在管 没有在管 对 我的话都 对 所以我的话 目前是 还卖不出去 但是这个就是 是我的一个坚持 对啊 你为什么要坚持呢 你要先养活自己啊 我 我没有 饿啊 我不会饿啊 所以 所以 我 当我不会饿这件事情 那我就是可以 去满足我自己的心灵 你看泰国人有多乐观 你看 也不是说泰国人啊 就是说 每个人想法真的会 会不一样 那就是突破我的 三观啊 突破我自己的 那个框架了啦 因为 你刚刚说的 你家台湾人 很注重山水画 我们光写毛笔字 春年啊 后面要挂个什么样的图 这个花开富贵啊 然后这个 要有山水 要有流水 你不画那个 你给我画天堂地狱 这个太 太具象了 你放在后面的话 就会有一种 好像在变成诅咒了 或者是 你也知道 有时候画是有力量的啦 所以你画出 那种意境出来 真的 像有一次 你说你爸爸会 做那个什么 陶艺嘛 对 会做陶艺 我是在讲 问的是那个高定 高定你说 你爸爸会做陶艺 对不对 那陶艺跟艺术有 特别的连结吗 你觉得呢 本来就有连结 本来就有连结 对不对 有一次我就是去看 这个地狱的 这个 台湾有那种 地狱的那种隧道啦 就是说 它是用浮雕嘛 就是用 就是用具象的浮雕 然后去 把那地狱的场景 表现出来 拜托 那走过去之后 我都不敢做坏事 所以 画是有具象的 你 当然我觉得 你的那个 那个叫 显德的作品 就是有很 很明确的这种 什么讲 警示意味 你有这个意涵在里面吗 还是说你只是喜欢画佛教东西 还是说你 你就是 我画这画就是想要让你有一种 震慑感或恐惧感 或者是让你有所省思 有吗 嗯 但是我 我们不是刻意去 让人恐惧了 近看的话 我也没有把那个地狱的东西 画得很血淋淋 OK 对 我自己都觉得他们很可爱 哦是 对哦 OK你之前有说嘛 就是我们生而平等 所以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他们也是peace的 他们是平等的 对不对 对 对 要画血淋淋的地方 我可以画得很恐怖 也可以画很恐怖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在殡葬业或什么的话 他们也 这个也是算 文化创作或艺术创作也算是一种产业 它也是可以在我们的 这个殡葬的文化里面 它也算是一个资产 它也算是一个文化表征 因为我们有殡葬的文化 华人有殡葬文化 对 一定是 对 所以它会有很明确的警示作用 但是我觉得你又有点偏向行动艺术 就是说你喜欢互动 对所以你的作品真的很另类 有人给你批评你的作品是怎么样的方向吗 有 虽然我觉得虽然是另类 但是其实它也可以说很古典 比如说我们去看 像去年中正纪念堂有埃及展 他们就有一些 有古文物 像是埃及人很爱玩桌游 他们就把桌游展出来 那些桌游其实做得很漂亮 也可以说 那个就是 艺术品 那我就把东西画的也 它同时可以是 作游 它同时是游戏 有互动的 它也可以在上面 画一些我要的东西 它也可以是艺术品 诶你的撰科 你有撰科作品对不对 有 你看他撰科作品 有用的 你把它画连在一起对不对 那其实算科 就是印章上面有肖像是 这笔可能非常早就有了 还没有文字就有图像了 所以你 那我就刻我喜欢的图像 OK 你的作品真的很有 你说的古典感 就是我们的 就是很有那种古早味 就好像有点考古 考古系的这样子 这就是我在这边读的书 然后研究的一些成果 是哦 你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 就是看到你的作品 好像就是一个 好像从哪里挖出来的宝 可以这样讲吗 那我会蛮开心 好像就是 好像跨越时空 就好像 我这幅画好像不是昨天画的 是好像是千年以前 挖出来那种感觉 是吗 你有要表达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刻意啦 但是 我觉得你的作品 真的有透露出那种 年代感跟时代感 是 可能是 也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 我整天都 看那种 画册啊 嗯 图像啊 你这样子会不会 比较没有现实感啊 不会啊 不会啊 要去买颜料 就马上看到现实了 OK 好 钱还是一个问题啦 你还是要吃饭嘛 画画的时间不够啊 嗯 家里要我赶快毕业 因为我们脱离 很难脱离现实 OK 我是 我是脱离不了现实 是啊 所以你还是要画一点 我给你一个方向好不好 因为我有一个 我看到你的作品 我后来发现 我不一定会理你哦 我知道了 我只是 我只是随便说说 就是我想要 扮强迫啦 空中 空中让你下承诺 这样没有啦 就是说 经典会有 侏罗纪公园的那种 电影要出来 新的 嗯 然后我就看到你的作品 说 诶 我有那种侏罗纪感 就是说你的东西 好像就是 我说的壁画风 然后有这种 好像从哪里 挖出来的那种宝的感觉啦 对 所以我会希望说 你的作品 可以有一些复古感啊 然后有一点 呃 你的森林 可以让它变得 更栩栩如生一点 你的鸡啊 你可以把它画成 类似比较大支一点 或者比较有点实 这么讲 实体感的那种鸡 有质感 对 对对对 不要可爱版的 可以吗 你说不要可爱 还是要 其实都可以啦 不要符号版 OK 应该是这样讲 对 比较符号版的 可是你的鸡 可爱有可爱的好处 对呀 超可爱 对 超可爱的 因为它有做 你做的这个叫什么 你做这个 贴纸 贴纸 你把你的作品 做成贴纸化 嗯 你要花多少钱 这一张30块 一张30块 诶 我也 那OK 那里面有几个 你差不多几个 其实就是在A4上面 A4里面嘛 30块 要几个都可以 OK 那你是 方便就送吗 还是要用买的 没有 OK 你把你的作品贴纸化了 如果你放在这个文创商品上面的话 你觉得会有人买吗 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OK 我是觉得 很有复古感 就是说 我可能会把它贴在某个 比如说 我喜欢写 我喜欢写字啊 那我会再把它贴在某个本子上面 啊 了解 对 然后 对 我会觉得你可以把你的东西更商品化一点 好的 或符号 符号化 我就给你这个想法啦 是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它商品化以后 你就可以卖钱 有啊 最近NFT很红嘛 很像 对啊 然后 真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做广播节目 然后访问这些艺术家 我真的很怕你们饿死 谢谢 所以我一定要帮你们想 看能不能跟什么东西结合在一起 好的 然后可以卖钱 然后 我真的 我看到那些年轻人 然后为了钱 然后 一直作画 然后越来越瘦 然后没钱吃饭 然后买 买颜料啊 买纸啊 我觉得 那都要花钱 你会讲台语吧 是觉得活该吗 活该 不行这么讲 我跟你讲 艺术是 政治不正确 艺术 对 我要这个 政治正确一下 艺术是我们当代的一个文化的一个 呈现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现在台湾 现在台湾的这个状况 我们要把现代当代的文化展现出来 就是要靠年轻人 就是这个年代有这个年代的艺术的作品出来 要有它的呈现方式 所以我希望他们被表征化 被展出 因为台湾 台湾不可能永远就是 就是我们的3C啊 笔电啊 这种东西放到台面上面去嘛 你没有艺术没有文化内行 这是对台湾来讲是很可惜的 因为台湾也不是说很缺这样的人才啦 人才记忌 但是它需要被发掘 也需要被关注的 是吧 软实力 对啊 你这个泰国的华侨身份 然后你的作品又那么特别 你很有机会的呢 对不对 我也希望 你也希望 你这样讲话给我慢 是因为你在思考 还是你的中文不好 我中文很好 对 我的指考考89 对我跟你讲 艺术人也有一种特质 就是他用脑袋思考的时间 然后真的比讲话多很多 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我看你每次讲话都要想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是先用想的 然后才开始讲话 对嘛 好 OK 我刚刚有给你建议咯 谢谢 那这个作品的话我就留着 我要诅咒谁的话我就往他身上贴 我们可以给他贴地狱蟹 对 里面有两个地狱蟹 你知道吗 现在真的是好人不多 小人一堆 对不对 小人贴 OK 我想到了 没错 谢谢 而且这些小人贴就是 都是那种森林 你想要让他变成什么样子 你就贴哪张图上去 对 然后你不用 你不用特别 因为你贴下去后 台湾人很怕就说自己被当坏人 就是很假白的意思 所以你把他贴一张上去 然后上面后面给他写他的名字 太坏了 太坏了 这是艺术哦 我没有坏哦 OK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蓝海的想法 这是一种思考模式 我们不要走歪了 对不对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style 融合在艺术里面 可以吗 好啊 你会建议把你的贴纸贴在别人身上 我觉得蛮好 我觉得蛮好 对 这是一种乐趣 你都可以做出这种拉霸了 对不对 你上面画不好的 那我拉到不好的有什么办 那就再拉一次 对啊 就再拉一次就好 拉到自己满意为止 对不对 OK 这是徐显德阿德 然后他是泰国的华侨 所以他的 他跟他沟通 真的我的模式要一起切换 一直切换 因为我觉得 对 他的思考逻辑 会跟我 因为你知道我也算老人了 我们除了有世代落差之外 我们还有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落差 有吗 可是也算很近啦 对啊 我觉得 因为我们都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沟通 我们可以沟通 因为我们都是对艺术有感觉的人啦 对 所以你 我这样讲话你应该听得懂吧 我懂 我懂 我问你那些问题 你可以回答吗 我可以 只是说要花点想法 跟你要诠释一下嘛 对不对 不会啦 你怎么 你们其实你们都很有才华的人 可是我觉得不行 你们要试着练习表达自己 因为我觉得以后你们遇到这样的场合会比我更多哦 我跟你讲 不要说我访问到你们之后会会红啦 你们会红是因为你们的作品 不是因为我 所以你们以后 你不要觉得说我访问你 你要变得很会讲话 而是说以后你一定会红 所以你要会讲话 你懂我意思了 知道知道 OK 对 我现在只是让你们提前做功课 像我刚刚就有问到高定 就是说 因为他的作品看起来很细 然后有 就是说你们有规定是说 自己多久要画一个画作吗 因为对我来讲 我这种是要有灵感才画得出来的 所谓的灵感就是哪天 就是我这种画的人 就是我看到喜欢的 然后我要对他有感情 然后我觉得失去了 然后我就把它画下来 灵感是培养出来的 培养出来的 你喜欢爬山哦 爬山对你画画 它是一个必然的 还是说它只是你的休闲啊 还是说你一定要见过它才能画 对 见过它才可以画 你要见过它才可以画 差不多有那个感受 才会有那个感受 那我刚才有问你说 你去爬山 然后你用想象的去画那幅画的画 跟你直接去到那场景看会不一样 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讲一下不一样的差别在哪边吗 你是觉得那个画出来的感觉是不对你的味 还是说你 你觉得这个东西要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 就是自己想象画的话 不行吗 就很容易会有 大家传统意识上的那种山水画 OK 而不是你自己的山水 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吗 就是你没有 你少了一个自己的感受 少了一个自己的感受 很多东西就是要自己经历过嘛 对 你画出来都是你以前训练出来的成果而已 OK 好 那问题是你这个爬山的成本很高耶 时间 然后那个 爬山其实 会吗 算是蛮低成本的娱乐了啦 低成本的娱乐 比起其他东西来讲 它已经算很低成本了 OK 那我就跟我想象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爬山对我来讲就是高成本 你要花体力花精力 而且你事先可能还要做练习耶 体力 然后你 精力不用成本啊 装备要成本 装备要成本吗 但是装备你买一次就好了 OK 高丁现在今年是23岁 所以他说体力不用成本 因为我平常就有运动的习惯 对 那对比较年长或者是 对 有些人你知道吗 爬山社团的 他们爬了山还是会有出状况啊 所以这个体力成本确实是 需要累积的 对 要经验 要经验对不对 跟画画一样 对 爬山对画画有帮助吗 有 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都一样的东西 爬山不就是你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 嗯 那画画不就是 一直画一直画 你拿起笔一笔一笔这样慢慢画 OK 就一样 一样的是吗 就一步一脚印 心境都是一样的 心境是一样的哦 对 对 你现在我这样讲就知道 一幅作品出来 大家都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像那个写书法的写毛笔字的 也许我们看他这样子随便挥好几下 可是你也知道他前面要练多久的毛笔字 要写多少的帖子 所以他会写出他们的味道 跟他们写出来他们才有那个逻辑性跟正当性啊 不是乱写 有可能是因为 嗯 就是觉得写很快觉得很帅 对 但是会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随便 OK 所以你要让他不随便 其实是要下功夫的 就是你不能让表现出来的 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啦 嗯 所以 因为现在太多人都是这样了 现在太多人都这样 比如说呢 就挥好 然后就撇个几笔 然后就觉得 大概就会觉得很厉害啊 嗯 那我们怎么这样 我们怎么这样看到 所以大众才会觉得 才会觉得书法很简单 就会动不动 写春年就 你写一下就好了 让我 嗯 贴一下之类的 我懂你的意思啊 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OK 有的人 所以我才说啦 有的人就觉得你 你随便写几笔字 毛笔字 毛笔字写几个字就好了 就不用花你十分钟 对 要为什么花那么多钱 对啊 我们都没有看到背后 艺术家怎么样看到他背后的奴隶啊 你觉得呢 高定你觉得呢 怎么看到 怎么看到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对 OK 再说一次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好 台湾有做到这一块吗 没有 我小时候 没有是高定讲的 美术课都是被拿来借来考试 OK 我想到我们 我现在还在读书的这一代 应该就是这样 现在还在读书的这一代 就是这样子 应该 现在应该也是这样 所以你真的学艺术 真的要看到他背后的努力 全体人民的数字要提升 OK 所以我们现在 有办法理解 对 我现在在讲他们的心路历程 就是说他们画画 你看他为了要画一幅画 他要去爬山 那这个显德呢 他为了要把他的作品 可以更震慑人心 可是他觉得他是可爱的啦 所以他会用他很多的观点 去做他的画 而且他不care别人的眼神 他不会为了别人的要求 去做一些 比如说可以卖得更好的作品 他会比较专注在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啦 艺术家的片子有时候会把自己塞到一个绝境 不会啦 不会喔 我到绝境我就去打工卖拉面 好啦 现在就是 现在书画家都有这种斜杠人生跟第二专场 所以高定你自己也有安排自己的斜杠人生跟第二专场吗 你会爬山 对 爬山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跟专业性 要很多技能啦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会绳索的技能 OK 这哪里学得到啊 消防队或是一些有网路的团可以跟啦 商业团可以跟 就上一次有一个就是去爬山然后剪那个 剪玻璃瓶的 怎么办 那个不是啦 那个是争议新闻 争议新闻 好 OK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台一大的那个同学 他们都是书画系的同学 是高定跟那个许显德 那显德他是我们的这个泰国华侨 好 我们等一下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快乐DJ正宜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台一大的同学书画家 是许显德跟高定 那他们两个名字都很特别 高定的话 我们那年代的话就是想到的是高定吗 哈 就是我们的那个独生啦 独生 周润发言的 周润发言的 那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来讲 六年级的年代 那是就是一个传奇人物啦 那所以看到你名字 诶这是你本名吗 对不对 对我本名 好OK好 那许显德呢 他是我们泰国华侨 那他在台湾那么多年 算半个台湾人的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喔 那你对台湾你有没有觉得看不关台湾什么地方 政治不正确之外还有吗 其实还好耶 还好 我待久了 我也蛮喜欢 蛮喜欢的哦 那想要去泰国玩的人啦 你会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什么点 曼谷 什么点啊 嗯 你太久没回去了 对我喜欢JJ市场 JJ市场是什么 周末市集 周末市集哦 那个真的很棒 诶我记 很大 然后啥都有卖 有一个火车到底的那个拉扎什么的 什么那个 他是不是收了吗 哦 还因为疫情关系 你说铁轨市集吗 不是铁轨 铁轨市集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很大 然后很漂亮的市集 可以逛好好几天的市集 那是我讲的那个 哦就是那个 他不能一次逛好几天 因为他只有在周末 啊对吼 对他只有在周末才有开 对不对 你可以 其实去一天就很累了 但是也有人就是 我今天去明天要去 OK 因为他卖很多东西嘛 很多啊 包括什么 童物鱼 植物 纪念品 雕塑 很多 也有很多吃的 衣服更不用说 我朋友 他们最近就是 常常看泰国剧嘛 所以泰国的文创 真的 最几年 跟的脚步跟的很快 所以 其实 文创跟广告 广告 文创 戏剧 反正很多啦 我就觉得 哇 那脚步跟的好快哦 已经快要 跟韩国已经快要脾行了哦 因为赚啊 因为赚啊 因为赚钱啊 对 所以在台国 演艺圈很赚啊 学艺术的人有没有赚 我是不知道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台国最近 也开了很多 很漂亮的百货公司 你有回去看吗 我有啊 我知道 什么新天地吗 纤罗新天地 有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 百货公司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哦 它会结合文创啊 一些大众文化 是 真的是蛮迷人的 其实我喜欢泰国 就是说 台湾是这几年才开始 就是说 把那些文创市集 做小小的 可是泰国的话 都把那些文创市集 做很大 都放在百货公司里面 对 对 所以就是我看到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们 泰国还蛮 support自己 自己国家的那些 学艺术 或者是做文创的人 对不对 年轻人 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是看新闻 跟我的感受 看到影片的感受 文创业是有了 有了 我觉得 艺术是不一定 对 那台湾的话 就更不要讲 我觉得台湾的话 就跟不上泰国这一点 我觉得很明显 然后台湾的话 就是比较 你也知道 你可能就是 要赚钱 然后买房子 然后再投资股票 之类的 然后赚比较快 对 所以 有人会想要买画来 收藏吗 这个蛮难的 蛮难的 台湾的收入跟 平均收入跟 画价比 其实有差 有多差 艺术就变成一种 一种比较高的门槛 是 台湾的艺术变成 比较 怎么讲 取高和寡 大家觉得好像 很好的 大家就觉得 那我高攀不起 可能要花很多钱 对 还有一个 跟这个有一点像 那是 会不同的现象 就是 会想去买一些大师的 作品 对 那不是大师的 艺术家怎么办 就可能就 看造化 看造化 你的 你的说法好佛系 看造化 那 学艺术的人 是怎样 很 怕自己的作品 或者是自己的创作 商品化吗 或者是 就是 就是被量化这样子吗 你们会有这个疑虑吗 不会 像我 为什么要学店 不会吗 像我为什么要学 就是 你也知道我们做美编 或者是做平面设计之类的 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东西 做成广告 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才看得到 然后才可以帮人家赚收入 才可以做编辑 你们画那么 久久才画一次 你们不把它 卖好 或者是 让大家看见的话 那你这样怎么会有收入呢 我是 我是不排斥 但是如果 它变成一个量化 那 如果它变得 不漂亮 不好看的话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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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 漂亮跟那个都很主观啊 有的人 像现在贴图也很多啊 贴图很多也不一定很好看啊 对 对 你这个非常做贴图耶 但是要 但是要自己 但是要自己 做好 但是 漂亮 漂亮不漂亮 虽然很主观 但是我们自己是 货品的主人的话 对 我们就希望把它做好 OK 对 好 对啦 你这做贴图啦 你也知道我们现代人 负面情绪很高涨 因为 不是每个人都活那么愉快啦 总是要有负面的发泄嘛 所以你这做贴图啦 你会去爬山 没有啦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网路世界嘛 你也知道 现在网路的话 你的画作都可以放到网路上面去 都可以做那个啦 我会的 那所以就是说 你挺多就是做个贴图 然后让我们不喜欢的人 我们就把这个图贴给他 没有说不喜欢啊 也可以给喜欢的人啊 对 也可以喜欢的人 因为你 里面也有很多 喜欢的作品嘛 对啊 然后 像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节日啊 你知道台湾人 也很注重节日啊 宗教的节日啊 什么神 就是要拜什么之类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你的画作里面 既然你在台湾那么 那么久了 你可以画一个系列的 就是我跟台湾的神 哦好啊 对 然后我们 对之类的 可以吗 然后这样的话贴图或什么 我可以把它弄来 比如说我就可以传给别人 但我会付费啊之类的 我了解 我可以买给他 我会付费 妈祖保佑你 然后 这搞不好已经有了耶 哎可是 有了但是 历史港天后宫搞不好已经做了 可是 历史港天后宫 他们很有扭蛋 你知道吗 妈祖扭蛋 有啦 对啦 但是 他没有泰国的妈祖嘛 是 对啊 对啊 因为泰国人 就是泰国风的妈祖 那都是台湾人的 对 潮州派的妈祖 跟福建派的妈祖 哦 对 你真懂 没有 我 你看 我是 我 我不能说我乱讲 但是我只能说 我只是 把他顺手讲出来 对啊 真的有 泰国人有在拜妈祖 嗯 对啊 所以我就说 你很 就是 乐趣啦 就是说 对 因为有时候 苦闷嘛 我觉得学艺术 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想要自己 我为什么会数位画 或者是画完图 我就希望它 很好被运用 跟被创作的 它可以让我放在 很多的作品上面 而且现在是网络时代 你要贴 会贴图吗 那 而且艺术创作可以很表现 自己的心态跟心理状态 是 也可以很表现自己 对 我觉得啦 那 所以我会想要 比如说我想要倡议 什么样的议题的话 我就可以把我的作品 跟我的某些议题做结合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那像高定你的作品的话 你可能比较不走这个路线 对不对 对 那你的路线就很 像高三这样子 哎 你的作品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欣赏 你有研究过吗 我欣赏 男生 欣赏 男生 中年人 哈哈哈哈 然后你有市场性 你就把它去 就是有定位出来的对不对 就是也是喜欢爬山的人对不对 呃也不一定是喜欢爬山的人 嗯 就是看了有感觉就对了 对 为什么是 安静舒服 安静舒服哦 哎有一种孤独感吗 对 应该有吧 有一种宁静的那种 就是做到一定的level以后 就会有 就可以感受到那个 取瓜何瓜 然后自己那个位置旁边都没有人 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境的那种感觉 嗯 哎 你才23岁 你画 你画风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是官男高手那种画风 没有 也会啊 我意思是说 对你的画风其实是有那种味道啊 但是就是说 就风格不一样啊 就是我的生活啊 你的生活哦 对啊 啊那你你 你以后就是打算吵那个 你你你画应该不会停啦 可是我觉得以后 这应该是变成你的兴趣 不会是你的主页吧 你的主页要去爬山救人 嗯 应该也不会啦 哦也也不会 对啊 嗯 那你以后有考虑到 你要靠什么赚钱吗 我觉得尽力往这个方向走 哪个方向 就是用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啊 天哪 你要走一步算一步 哎那你你还 你很有定耐力 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应该是算他年轻 他很有资本啊 没有 小事做好 你才可以慢慢做成大事啊 哦也是哦 对 原度都走不好 你要爬怎么删 OKOK 所以你现在在打 还是在打基础就对了 就慢慢来啊 慢慢来哦 哎 你做什么事是可以急的 你们现在 你你 这次展示的作品会有哪些 就一样是山水 山水 对 你的山水就是 跟以往的山水不一样啦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有点素描山水 但是我直接那个 光你画那个 你那座山里面的那个 虽然只有黑白而已 可是它黑白的 颜色跟层次很多耶 我觉得黑白 比较可以 嗯 表现出那种宁静 或是很 孤独的那种感觉 OK 比起颜色来讲 我有看过画山的 然后它是画玉山 嗯 然后它是油画家 那它的玉山是粉红色的 也有啊 对 然后我就看到 嗯 就是每个艺术家 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手法啦 但是他们真的对 我觉得最佩服他们 就是他们的观察力很好 嗯 那当然就是他们的技巧很好 因为他们把那山都画得很漂亮 说的漂亮 当然不是说 就是很美的那个意思 就是真的看那座山 眼看是山 近看也是山 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进入到那个意境当中 嗯 对 你有特别去 什么禅定吗 不是不是 我是有禅定说 因为你的山 我每次看到你的作品 我就觉得好像 好像在那 真的在山头某个角落 看那座山 就好像被定住了 就我被带到那个山里面去了 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有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 就像你说的 你一定要去爬过那个山 在某个 某个角度 某个角落 去看那座山的时候 就看得到那个感觉 有时候是感受 感受 因为看的话 其实看照片 就有很多角度了 对 但是感受是 你在照片 没办法观察到的 嗯 很抽象啊 很抽象 对啊 就 我没想到这个 你不是画那种水墨的山水 你那山是很实体化的水墨 但是也是很抽象 某些层面上 某些层面上 就是这个 你有自己比较 就是画山的感觉 比较会往精神 上走 精神层面哦 对 哇 哈哈哈哈 所以我才说啊 你会画画 就有点禅定 刚才说你要画的时候 要听古典音乐 对 OK 就先让自己静下来 所以你 每个人在画作的时候 好像要得到的灵感 不一样 其实我不喜欢 人家一直说灵感灵感 你不喜欢说灵感 灵感也很抽象啊 灵感就是你自己 要去培养的啊 要去培养哦 就像你喜欢画猫 你养猫 每天看它 你就会想画它了 OK 对啊 OK好 你在学画的时候 那个技巧啊 要特别去学吗 老师会教吗 就是说我们这种 不是科班出身的话 我们要 它是科班出身 它技巧很强 哎 对 我正在问你 我们一定要学过树苗才能走入绘画这一图吗 不用啊 不用哦 不用哦 嗯 你只要喜欢就好了 只要喜欢就好 那么简单 真的 真的 你只要喜欢你就会很深入的去寻找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是技法啊之类的 对 好 那你们会去欣赏别人的作品吗 也会啊 也会 会参考吗 不会到参考啦 嗯 但是 你们欣赏对啊 或者是说 你们会特别看到别人画 会想要说 哎 它这个不错 然后我想要印入到我的作品上面 还是说 还是说 就纯欣赏 纯欣赏 纯欣赏是不是 我会 所以你画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移到自己的概念去画 不会画出别人的味道 就是完全是照自己的概念去画 OK 啊你 你 那个 你会 我会 OK 显得你会 我会操 可是你会 你虽然会操 可是你操的 就是你一看出 就是觉得好像是你画的啊 这差别在哪边 这差别在 这是我画出来的 OK 比如说我用 我画 我用古人的画来 来放在自己的元素 对 没材就不一样了 颜料就不一样了 是 有现代感了 对 然后尺寸 也一定不一样 靠腰 我看到一个兔女郎是不是 对啊 很喜欢 哎 你的画风真的很 你可以在广播电台上面说 靠腰吗 哈哈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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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就是自然 对 我们其实广播就是也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东西 我们我们我也不是很传统的广播人 只是说我们就是做 做 做兴趣的 早起的广播可能大家会聊比较硬啊 嗯 对 然后就是 呃一定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啊 或什么的 因为 我们知道有的人是问政治 他就问你说 你对现在政治的容认怎么样 你对这个观点现在在打仗哎 哦 没有想法 没有天哪 观点不同 观点不一样 你看我们现在正在 我们现在这个访问期间 你看这个国外欧洲 这苏俄跟这乌克人在 在修爬呢 对啊 这飞蛋在飞雷飞去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谈说 台湾的艺术家要怎么活下去 会不会太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啊 OK 台湾艺术家也必须要活下去 对啊 我们其实也是面临的就是生死之战嘛 对不对 算了算是 艺术教育也是 对啊 在台湾你又不是很纯台湾人 你十几岁才来 你为什么对艺术教育这一块那么有感触 因为 你有感觉到什么不一样吗 有啊 比如说我画这个 我发表出去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强迫每个学 每个艺术专业的人会来看 更多的是 就是一般的观众会来看 对 一般的观众 他们会喜欢吗 只受到基本上的艺术教育的经验 嗯 他们会喜欢吗 但他们 你说基本的艺术教育 那他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他们就会看他们想看的 嗯 这句话怎么解释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在书法也是蛮明显的 比如说我写草书 哦 这什么呀 画都没呢 你干嘛 我写那么多 就鬼话符啊 对 这个就是 艺术教育没有做好的东西 OK 可是我们很难 很难要求每个人的 艺术的素质 到那个层面啦 其实也还好 嗯 因为国文课跟美术课都有在教草书啊 嗯 但是他们就是会拿来 他们用到的就是在考卷上面看到草书 就是说这是草书 然后拿分 他们没有做到 我希望可以做到的是 可以去欣赏做草书 嗯 是一种字体 不是看到草书 就是说 你当然看不懂啊 嗯 你没有研究或者是你没有做功课 对 你当然会看不懂啊 还是这个跟艺术教育没有关系 是因为他们思想 哦 所以这还是台湾人的迷思 会有那种政治不正确啦 嗯 或者要政治正确 不是每个台湾人都这样 OK 好 这是台湾的 要突破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眼光不能也只有在 就是看 看台湾这个岛 我们 其实这个岛已经慢慢转成这个多元社会了 其实我们岛内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嘛 很多人来来去去 然后常常很多人在进出啦 那现在因为病毒关系 大家可能就是懒得出去了 没办法出去之类的 就往山上跑 往山上跑 然后往海边跑 太恐怖了 对 然后只能在台湾岛内做观光啦 那岛内观光其实有人的地方 有人潮的地方 有流量的地方就是 就是财富密码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台湾大厂在办这个 你们毕业要展览嘛 毕业展览 我觉得展览的讯息被 接收到的比较少耶 所以第一个是可能是场地 第二就是可能就是 嗯 是我们广告没有做 对 就是说我们因为资讯比较少 我们可能比较常的去的就是文化中心 或者是比较知名的 艺朗 或者是有可能 因为你们的作品不太可能在 人潮多的地方做展出 可能要固定的地方 或者是像台湾就是很奇怪 就是 所以我们比如说 你在文化中心看到 什么高定毕业展的海报 你会想跑去看吗 就比较不会啊 所以我才说 对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 所以我就讲说 我们要把作品放在 流 人潮流量高的地方 才会被人看见 那里 就是他要被人潮多的地方 然后做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我们去哪里 我们要去特定的场所看的话 第一个可能 当然啦 那有的可能就是要花钱去看展出的 要入 要有门票啊 然后这是一个生存的方式 对 但是你也可以放一些比较 比较有名 就是比较你自己喜欢的作品嘛 去展出 那我觉得工部门要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因为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才有办法让艺术融入到 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日常 你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观念带进去的话 大家都要特定去某一些地方看 或者是那个的话 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讲 他会是比较局限性的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对 我觉得以后啦 就是立法委员请他们就说 对 在一些公共场所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这个艺术的展出 对 那让你们不用花太高的成本去做展出 如果我们的作品要放到公共的展出 那算是公共艺术吗 那个要做那个其实 那就是 对 那你们作品展出的时候可能 我觉得就是场地你们不用负担嘛 但是如果有收入 就是说你 你下面就放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 你可以到哪里 就是说他要有一个讯息窗口嘛 不能说连帮你们做宣传都要收钱的话 我觉得这个 那这样到等一下去哪里 你们这艺术家要怎么生存啊 就靠存卖座的话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辛苦啊 对啊 那很辛苦的话 投入这个工作人员会变少 那请问一下 那请问一下 以后我们还看得到这些文创作品吗 对啊 还看得到你的高山大海 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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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够好就会被看见了 诶 你来你再讲一次 作品够好就会被看见了 好 作品够好就会被看见 我觉得这个画当然也是一个 可是现在是 现在我我觉得 不能这样 因为我觉得学艺术的人 我要让它变多 我不能让 我不能说我们只要创造一个大师 我觉得就像你刚说的 大家都有兴趣画画 那我的作品 我也许不是很专业 但是我喜欢画画的话 一定有它的精神 或者是某种意境在里面 但我会希望说 全民艺术家又何尝不可呢 会有难度吗 蛮有难度的 蛮有难度的 所以就是靠我们 对啊 我们的艺术的这个教育要提升 那让 你让我们男生都要当兵 所以就对某些概念 就会比较有基础 跟比较强烈 那如果每个人都对 学艺术或者对画画 学书法 有个基础概念的话 我觉得那 大家的 欣赏艺术的那个本质 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 接受艺术 像早期家里面会放画 你有没有看法吗 嗯 你觉得现代人放画的人多吗 还是有 还是有 直接是买不起房子 哈哈哈哈哈 czas 对 所以我们只能买车子 然后 然后买摩托买重型 然后买了就是落地之后就这样半价这样 买画人真的是要一些特殊的族群 应该是上流族群 对啊上流族群 中产也不会买 对因为他们要养小孩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真的我们有很多路要走 那有很多观念需要去做调整 对你们对这个都没有想法吗 不可能啊 能改变什么 不行这样 我们做媒体的我们就是要来改变一下什么 对啊不然的话 我们这样子当做聊天 我们聊天也要聊出个说语 对啊把不满表现出来 对不对 是啊 来看我的作品的人 如果能够跟他们聊 我会趁机给他们做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快乐DJ正宜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台义大的同学 书画家是许选德跟高定 你觉得你的专科可以卖钱吗 我专科卖蛮多的 哦是哦 OK那有人会喜欢欣赏你的专科的作品 有 那他们欣赏的点是哪里 他们喜欢 因为我的专科印是 它的材料比较特别 对不是是传统的石头吗 还是玉还是 它的材料是陶瓷 其实陶瓷也可以说是传统 OK 从南宋就是大概一千年前就已经出土了 嗯你觉得你的作品被收藏的价值是它的材质陶瓷还是含着你的作品在里面 都有啦 嗯 不可能说这个陶瓷就说陶瓷只有价值 因为有的人说 陶瓷一块才几块钱 对啊 所以就说你要赋予这个陶瓷有新的生命 你的作品你的创作就变得很重要嘛 对不对 要欣赏它嘛 对 那你找到这个客群了吗 嗯 多 你刚刚说卖蛮多的 哦对 诶他们 可是他们喜欢的面相都会不太一样 那你的作品比如说 你那个实用 比如这刻印的话 实用性会比较少 大概就是收藏人看得很开心 其实绘画也是如此 嗯 但是如果是印章的话 它就会多一个把玩的那个娱乐 是 对它跟画不一样 画不太可能会 你会摸它 嗯 如果是小印章的话 你可能是一个一个 印章的身体上面的图像 嗯 盖出来的样子 因为它就 电故有实用 把玩欣赏 嗯 收藏之类的一些乐趣在 是 像我自己喜欢画画啊 然后 我等于就是说我上面要上我的logo 因为放在网络上面嘛 嗯 你总要打个自己名号嘛 可是我们不会刻章的 我们就只能设计 比如说自己的名字的logo 类似像 有的是用签名嘛 那有的是会设计个logo或什么之类的 嗯 你的印章跟logo 哎 你可以阐述一下吧 印章跟logo 你觉得它有什么共同性 这是我的问题啦 当然有啊 如果说logo 就是你可能会在 想要让人家说 这是我 印章也可以 印章其实是更古老的 表达说 这是我的东西 嗯 而且印章 它更特别的是 你每一次盖的会差不多 哦 对啊 对啊 而且如果是logo的话 如果找一个人 他努力的模仿你 就可以弄得很像的logo 但是印章的话 你很难去访它 就算你 就算你用电脑去扫描 再打印出来 再访科 你出来也是会不一样 哦 我懂你意思了 就是logo它有 有相信性很重啦 它可以被模仿 或者是被 被 被 被二次使用 就是被 被 被 二创啊 之类的 印章的话 它跟那个 独特性比较有 对它比较有独特性 而且它是一个 我们可以做摸到的东西 嗯 跟NFT完全相反 OK OK 好 现在不可能 到时候 现在离NFT 还有一段距离啊 就是说 我们艺术的话 可能还是 还目前还停留在 就是说我们卖画作 或者是实体上面 这样子的状况 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说 嗯 你要每个学艺术 或者学那个 都往那个 我们的这个 数位产业发展嘛 这也可能 也许可能是趋势啊 嗯 你们会反对吗 不会 不会啊 所以你们每个 画作都要 电子画 就是上 不一定啊 NFT也要 也有它门槛 比如说 你要学习啊 嗯 然后要有客群啊 嗯 你这样 你做之后 客群就会比你做更多 嗯 所以以后你们要学这一款 不一定 不一定 我是有兴趣啊 OK 搞定应该 诶你们博士了 可能这一块以后要靠你们来做研发或发展去 不一定啊 不一定 我是书画博士又不是书为艺术 哈哈哈哈 我只是有兴趣 嗯 诶 偶有一些泰国艺术家网友啊 嗯 他们都说喜欢啦 但是也可能只是 可逃 嘴巴都说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高定你最后还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 嗯 没有 哈哈哈哈 好 真可爱 我真的 嗯 好 就是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艺术创作的人 我也有那种朋友 我就是老是问他问题 然后他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所以然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但是你也知道 就是那种 他画又很厉害 然后就是他越画越厉害以后 我就发现他们 哎 真的有时候表达上面 他们就会觉得 那可能他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啊 就是他们的一个逻辑在里面 然后有他们的坚持 然后那些东西就会变得变得很理所当然 想到了 嗯 好 就享受孤独 嗯 好 享受孤独 哎 就这样 很多人 像有的人就是要享受两个人恋爱 或者是两个人在一起 他会有想要创作的空间 你知道现在就是 像一种recorder就是记录啦 生活记录 两个人的记录啊 哎呀 你要记录一个人的孤独 这个是孤独中的孤独耶 这你觉得每个人都能能接受 就要走艺术这一条 这就是门槛啊 蛤 这就是门槛 对这门槛 好你讲到这是门槛 我们这喜欢艺术的人都要有一个 孤独的空间跟孤独感 然后你才有办法专心的去创作 跟因为真的有时候你你面对那个 像我是面对荧幕嘛 我就要一直想象说 嗯 我要一直把它投入到我的感情 就是把它 比如说像我用滑鼠就要用线条去 一直一直画 因为有线条一不对 那个人物就不对 对那我就会一直画画画 那有时候我是看照片嘛 然后等到真的看到本人以后 靠腰他跟我画出来 怎么差那么多 因为我们照片有时候是平面 人是立体的 所以他怎样画一个角度 哇 我画的作品就不是他了 我本来是看了他的照片画的 对 所以有很多乐趣 这个乐趣是你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才会感受到的 我觉得啦 是 有吗 是 你有没有在创作中感受到乐趣吗 你应该很多吧 我相信就是有我们才会坚持到 坚持到这个 OK 而且那个乐趣就由你自己知道啊 对不对 别人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因为那个创作过程都是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体会的 这是艺术家的另外一个乐趣啊 除了作品之外 创作的过程 然后那个感情的流露 投入在作品上面 这是只有那个艺术家自己本身才有感受到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创作的成品出来 我们就想看啊 这个作品好棒 可是那个过程真的是只有创作人才会知道 那如果你要去了解他的话 你就去看他的作品 听他怎么讲 然后看了他花了多少心力 好 比如说 有的人要花很久去写那个字 然后写完以后 嗯 你知道这个书法 你知道画错的话就是重画 对吧 你有画错吗 画错 画到不满意 或者就摘 会啊 会 那是整张就重画毁掉了 想办法盖啊 OK 想办法盖 这就是艺术家的另外一个乐趣啊 就是说 你那幅画 你自己 哦不OK 或者是自己当中经过什么样的历程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怎么去克服 这些都是艺术家自己创作的那个历程 然后乐趣在这里 然后 那也是辛苦的地方 因为他们要享受一个人的孤独 对 不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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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哇 你什么星座的 巨蟹 巨蟹座的 好 那显得你是哪一个星座 金牛哦 如果觉得孤独是辛苦的话就不要画画了 干嘛画画 天哪 厚厚本身就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啊 OK 好 对吧 学长认识 我会受不了啦 然后我会去 去做一些休闲 对啊 所以才会有一些休闲 OK 所以要有第二的专长跟第二兴趣啊 嗯 好 今天访问到的是我们台一道的同学是高定跟虚显德 然后他们两位男生 他们创作出来的东西 两个风格很不一样 然后 我已经尽量尽我的能力去问他们 什么样的感觉 问很多 我不知道要剪出来 不可能全部塞节目啊 然后我就尽量把它精简 然后把 我觉得他们有回答到重点 然后就是把它剪出来 好不好 辛苦你了 我们聊很多呢 要一直挖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是 你不跟他聊 他也不会跟你讲 会不会 对 对啊 然后你要聊 你要聊他有兴趣的或者是什么 嗯 对啊 不用叹气啦 好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 那要欣赏到你们画作 4月份 4月16号 可以去我们的老子空间看我们这个 末朝星相吧 有台大的学生跟教授 然后还有福建书院的一些年轻的作品在里面做展出啦 那他们都是台大的同学 那我最近接触到台大同学还蛮多的哦 你们对你们学校有什么建议吗 我希望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可以使用 空间太小 空间太小是不是 不过这个很难啦 嗯 好 那你呢 我吗 没有什么耶 没有什么 你都说没有什么 诶 我问一下你画那么高的作品啊 那个你那个桌子要很长吗 我站着画 就等待 立的话你说你把你的布放在一个木板上面 不用布啊 就是贴在墙壁上画 OK 所以他不是不是这样子放在桌子上的 不是你这样玩下去九十度画的 他是你站着直画的 对 就像看那一座山这样素描画下来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反正他就是直的就对了 嗯 OK好 问到那么细有意义吗 诶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象说你们画作的方法跟姿态 还有创作的过程很多啦 我刚是在想素描 我说的素描就是 你就当做你是 你就站着看那座山 然后直接把它临摹在你的画作上面啦 我说那个素 也不是临摹耶 我画的时候我不会看照片 他是用他的感受 感受啦 照片是拿来 但是你是用站的嘛 提醒 我是站着 站着嘛对不对 然后对啊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觉得好像是会放在桌子上画啦 嗯 大的话 大的话用站的比较容易 对比较好画 退一步看 会比较懂观众到底看的是什么 OK 因为观众不会拿你的话放到桌子上 诶 这就是我观点的迷思啊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一直有一次 因为毛笔字可能就要写在 不一定 也不一定哦 OK 所以我 你怎么样舒服怎么样写啊 OK 古代很多人都写在墙壁上 对啊 或是屏风 哦 所以他真的画画也蛮花体力的哦 嗯 对经历啦 经历啦 经历哦 你要很专注嘛对不对 对啊 然后 因为这个爬山真的很累了耶 因为你 哎我们是会船的呢 这把迷迹 我们也会船啊 不是应该有比较 比较简单的山吗 就是 就算船也可以坐着 对啊 休息一晚在说 嗯 哎 我就想说 你们爬山的人真的很想 要享受孤独感啊 而且你的欲望 是啊 而且你的欲望不能太重 因为你 你一爬山你的东西 就只有你后面的背包 那些东西 你的家当都要背着 对 你要背着 但是也不能太多嘛 对啊 不然你会走不动 对 所以你的物欲 就会降得很低 比如说你喝水 你吃东西 你就不可能像我们平地这样 去餐厅 Saven这样买一买 叫一叫 对啊 所以你的物欲会降很低 所以你要这个 人格的训练 就是本意 要把自己去做压缩 就是说 你要学着自己去练习 什么样的环境 要去适应它 天冷 你衣服带这样子 你就只有这样子 热 你还可以脱 那冷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把自己 锻炼 耐冷 就是说 你要锻炼好 就是跟山友 对到频率 就这些事情 应该就会慢慢 就不是问题啦 我觉得 我觉得 对啦 也是要训练一下自己啦 就是说你 你自己 也要训练一下 自己的体能跟体质吧 对 有人像喜欢骑脚踏车啊 那也许可能就是 嗯 就是骑自行车嘛 然后可以去很多地方 那有人喜欢登山 我会觉得 你们登山 自行车我也有骑 你也有骑齁 对 我有环岛过了 嗯 对 那你们这种就是 喜欢这种运动的人 或者 因为你登山 你也不可能说 哦 我今天上去 你明天就下来 那一上去就是 就是两三天 十几个小时 所以你十几个小时 或者是几天 然后你就要呆在那个地方 就像我们就要去当兵一样 我们就 我们当兵有时候 一进去就要 就锁在那个地方 类似像这样 那环境会受到 就是不像平地那么 舒服跟 其实上山才 才是最自由的耶 哎 你也讲到了 没错 是心灵上的自由 对而且没有人管你 因为你周间看不到人 然后你只看到大自然 大树跟晚上的星空 而且人对这些水深啊 山啊 树啊 就是说都有那种 潜意识的那个 嗯 什么 就像听白照音一样 人家会瞬间的 就会突然觉得很舒坦 会一定会喜欢 我懂我懂 就假如你看到日出 嗯 你就第一次看到日出 你一定会流眼泪 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OK 我跟你讲我以前 是住过蓝宇的 我们那边是没有 不要说没有人啊 有人啊 但是你也知道 晚上的时候就是 有青蛙声音 然后就是晚上 门是没有在关的 就是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要睡里面 但你可以睡外面 嗯 睡外面的话你就看星星 对 银河流星 对对对 然后你就是会跟 也不会说跟大自然 就是你会跟你 跟这个环境会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会觉得 我常常老实讲 现在到达都市 然后每天出门都要关门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很不文明的 它是文明的东西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 我干嘛出门要关门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小地方 不会有 就是常常串门子啊 就像我们台东 就是常串门子 就我可能 你家的后门 就是我家的前门 南头家也不会锁门 对就是我们 台湾可能有这样的环境 就是有些地方 它是不锁门的 然后我们 就是我们是 门不庇护的啦 对 然后常常可以串门子 然后也不一定会 睡在自己的家里面的床上 有时候是睡在 别人家里面的床上 就是说常常出去外面晃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也会去山上 那山上的话 就是久了以后 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经验 所以我长大以后呢 我要的就是 要有都会感 都市感 因为我变成 我会有那种 那种资讯的 那种贫乏 症候群 就是我怕我 因为你知道 像在地方以前 只有报纸或什么 你得到资讯 没有到那么多 也许是因为 所以我会有那种焦虑感 就是我们没有得到 最新的information的时候 会想到达都市区 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多 学到的东西比较多 见识比较广 之类的 我们看到人比较多嘛 我们想要认识人 因为那时候 小说的环境 可能我们周遭都遇过了 对 就是像 也会遇到一些 原住民的小朋友啊 所以比较不会有距离感啊 会有不一样的人啊 对 就是说这世界上 不是只有你一种模式在 还会有不一样的 生活模式在里面 比如说他们 对时间的概念 跟我们汉人 对时间概念 不一样之类的 对啊 好 这是跟我们 讲到另外的话题啊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是 除了画作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人生的想法 因为创作就是这样 就是从你的生活中去创作嘛 对啊 那他们有技术性的 他们创作出来的东西 就更 更有内涵啊 我觉得 你现在才二十几啊 我很难想象你 你不要把你的作品 越画越老耶 会吗 孤独不一定跟老是挂在一起的 我说那风格啊 风格为什么不是 不会跟年纪越画越成熟之类的 我为什么就一定要画 很缤纷色彩的东西 所以你会画会越来越稳重这样子 我本来就不是 越森林 因为它可以用黑白来表现各种层次 对啊 层次就是颜色啊 好 你看片子 你看我的 这也算是一种冰冰 有些山水的 他们就用彩色去带出他们的作品 你没有 你没有这个考量 对不对 没有 那是很俗的 对 OK 为什么 好好 除非你想要表现一些很强烈的情感 你可能会用正红色或之类的 才有需要 所以对 就是每个人对画作 就是他们的坚持性 就是 但是我要的给你 感觉是 感觉啦 安静 嗯 这种树木的感觉 OK 对对对 所以我就不需要颜色 OK 好 你看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作品会有一种阐述啦 这就是我们要去认识那个作者 或者是去了解这个作品的那种感觉啦 因为每个人欣赏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对 那我们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对艺术的这种观感 有的人对彩色比较敏感嘛 大众 对 大众 可能 有的人是对黑白比较有感觉 像我们 像我们这种喜欢太极的 太极不可能你给他画上别的颜色会觉得很 你知道吗 不会觉得很平静啊 很平稳 之类的 他就黑白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他原来就是那个样子 就他变成别的东西 颜色 我觉得 好像会有点 对我来讲啦 对 所以有的人对颜色会很敏感 有的人可能就只有黑白 也不一定啦 所以这就是欣赏的人 他们会 创作人会有创作的想法啦 那欣赏的人会有欣赏的角度啊 你可以说 嗯 那你要讲什么 画黑白的应该也 不能说对颜色不敏感 嗯 好 因为我们看的事情也都是 我们还要转换啊 对 你为什么要把你看到绿色转换成黑白呢 就是绿色它没办法让我觉得 更有那个安静的感觉 或是让我会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嗯嗯嗯嗯 所以你用黑白来表现出那种 对 明镜感跟孤独感 对啊 OK好 这感觉对你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我现在想要画的感觉 就是你现在心境 那你以后会 有可能可以change吗 就是 或许心境改变就会换了 OK 像我有一次也是画的那个 粉红 有一张也是粉红色的 你有粉红色的 对啊 OK好 那就是我没有看到 那就是 但是 总是会有一种创作的理念在里面嘛 你为什么用粉红色这样子 对好 好 聊那么多 最后还是要跟他们说谢谢啦 有机会 好 再把问到你们 我不一定会在广播节目 也许我会去你们 就是一边看的时候 一边质问你 所以你这句话说 你为什么要这个画 而且有时候是站着画 真的 其实画有很多方式 但是对我来讲 就比如说站着画 要花体力啊 而且你的 像我们这种 像我们这种触笔 拿的不是很好的人 很容易出锥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熟练的问题 对啊 OK 熟练的问题 我们这种不够努力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高定 跟我们的薛显德同学 我们有机会再跟你们做访问哦 好 因为我其实 画没有聊完的时候 对不对 很难聊 很难聊 不会 就是画其实是没有聊完的时候 还是会有新的话题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快乐 电报 快乐 快乐 九七点五 快乐 昆加南 九二点三 快乐 大台中 八九点五 快乐 大台北 八九点三 快乐 华当 九八点三 快乐 配偶 九六点七 快乐 红虾 九一点三 快乐 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 电报 中文